現在張宗憲跟法師在籃底下已經盪上了 雙方有一些言語上的交換 同時沉堅了 又跑去跟張宗憲來做一個嗆聲的動作 所以說裁判已經送出了技術犯規 在台北合併籃球館噓聲大作 看起來雖然說分數已經完全拉開 但是雙方的球員打出火氣來 張宗憲是相當的強悍